本实验的题目是天使的羽毛 右手边这一瓶是未发酵的羽毛分解液 我们可清楚看出里面还有羽毛的残留物 左边这瓶是已发酵的羽毛分解液 我们可清楚看出里面已经没有羽毛的分解物 羽毛与皮肤同属外配层 羽毛是皮肤区域演化的结果 组成皮肤及羽毛的胶原蛋白结构相同 所以羽毛分解的氨基酸将提供皮肤养分所需 因此我们推测 基羽毛分解的氨基酸可促进伤口愈合 我们将羽毛经绞碎纳豆菌筛选之纳豆发酵 经两周发酵及电容分析 发现惊讶的结果 竟能把羽毛胶原蛋白分解成奈米化之氨基酸 所以我们把发酵液灭菌以体内体外试验评估羽毛分解液 对皮肤影响 体内试验以不同浓度羽毛分解液 对伤口的愈合影响 体外试验 不同羽毛分解液浓度对皮肤细胞的生长及细胞愈合爬行的影响 在体外试验我们发现羽毛分解液与DM1M培养基 随羽毛分解液浓度增加 皮肤纤维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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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羽毛分解一组比胃发酵分解一组小约一半 神奇的效果在实验动物上获得具体的证实 羽毛能使皮肤快速的愈合 废弃的羽毛像天使的羽毛 未来可能提供皮肤烧烫伤治疗宝贵的契机